正所谓富贵在天,生死有名,又有古人云命理有失终须有,命理无时莫想求,结合一些历史事件来看,越发觉得老祖宗的智慧总结人是精辟。 陈胜大则想起义的时候说过一句,王侯将相宁有种乎,正话说得不错,某些时候,王侯将相的爵位,的确是要靠自己去争取,但历史的结局告诉后人,陈胜等人即便争取也没有用,最终争雄的是刘邦,项羽,而称帝的是刘邦,这就是你想到了,却没有那个命。 中国古代帝王又成百上千位,别以为他们登上了帝王之外,就可以享受荣华富贵了。 就如同版文的主角,这家伙当了帝王,而且在战场上可谓是战无不胜,还掠夺了无数敌人的财宝,结果呢?回家的路上却给淹死了,这找谁说理去。 刘邦,项羽制照在咱们后世之人看来,古代的帝王们都有享知不尽的荣华富贵,尤其是对于那些继位登基的帝王来说,他们的人生简直就是赢在了起跑线上,甚至可以说,他们的起点是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难以企及的终点,因此,对他们难免会各种羡慕及肚恨。 其实,帝王也有帝王的哭,细数古代帝王的死法,有的是被密谋村位而死,有的是与家书丁占死,有的是死在妃子身上,甚至还有些宋太祖赵狂印,建文帝朱远文日中死了还留下一团的,简直就是古代版的一千种死法,毕竟他们坐的那个位置,是被无数人惦记着的。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,难免会有些提前吊胆过日子的意味,但是在更为古老的周朝,也许还没那么多破事,毕竟大家都只认周天子,可即便如此,还是有这么位倒霉帝王。 赵狂印巨赵这位周天子名侠,乃是周康王及昭之子,是称周昭王,在一些出土的青铜器名文中,也有称呼齐文山王的,无论怎么称呼,这位帝王都应该算是一位后格的一国之主了。 在他的统治之下,周朝的疆域逐年增加,他先后率军征服虎邦,金厨,养月等地,御驾亲丁这种事情,其实历史上也没多少帝王敢干,在周昭王的确是其中之一。 正所谓常在河边走哪有不失邪,这句话对于周昭王来说,既正确也不正确,因为就打仗这件事而言,他的确是算是行家了。 并且屡次出征都没有生命危险,但为什么又说是正确的呢? 因为最后,他真的是被淹死的。 孔雀石,紧攻示意那是周昭王十九年,他在一次率军南征,一路高歌猛进,在征服敌人之后掠夺了不少宝贝,其中有两件最为耀眼,一是一块上百斤铜块,另一件是七八十斤的孔雀石,只加在一起就有两百来斤了。 那时候的桥梁可不像现在都有钢架骨骼,服输宝贝的车上,除了宝贝外还做了人,总共数百斤的重量,压在渡汗水的桥上直接压垮了桥。 周昭王没死在战场上,却在德胜归来支持翻了车。 周昭王漫画形象,这就好比老天爷让你觉得,自己前途一片光明,到头来却告诉你一切都是假的,这种人生和其悲哀,周昭王真是历史上最倒霉的帝王了。 周昭王 周昭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